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麗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拍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之 成吉思汗 十三翼之戰 鐵木珍的實力不斷增強 漸漸和義兄摘木合的利益發生衝突 兩位安答反目承受 鐵木珍率領自己的報索 遷移到北宜寒山前的桑菇爾河邊 大約在1182年前後 鐵木珍獲推舉為蒙古黑岩部的黑寒 鐵木珍被報索擁大為黑寒之後 派使者向義父黃漢通報 黃漢表示支持 但曾經是他異兄的澤木俠 就非常爭怒 1190年 澤木俠以其帝被鐵木珍報下所殺為借口 聯絡鐵木珍的仇家 組成13役聯軍向鐵木珍發動進攻 鐵木珍得知大敵來臨 將報索以10人、100人、1000人為單位 分成13隊 由最勇敢善戰的報將統領 嚴鎮以待 這就是所謂的十三役之戰 古今複雲人物又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國 張齊賢 大家好 我們繼續講鐵木珍的故事 上次我們講到 鐵木珍長大之後 得到他的安答 他的老友澤木俠的支持 然後就開始 重新建立他自己的小部落 但是 澤木俠和鐵木珍這個小部落 要在這個競爭非常激烈的部落社會 在柔木民族的部落社會裡面生存 一定要依附一些強大的部落 要視乎他們就依附了鐵木珍的爸爸 也速該曾經的朋友 就是這個王漢 黑列部的首領 黑列部是一個強大的部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得到這個王漢的接納 鐵木珍和這個戰木俠 成為了王漢的左右手 替王漢打天下 但是他兩個人 鐵木珍和這個戰木俠 都是非常勇猛的勇士 在打仗的時候 都能夠立下這個所謂很多戰功 得到這個王漢的賞識 但是兩個人之間 就出現了矛盾了 為什麼呢 究竟誰人的功勞大些 誰人所分的所謂部屬會多些 於是大家就逐漸出現了所謂離心 還有當時的鐵木珍 始終資源沒有柴木俠那麼豐富 始終跟連喪婦做很多事相差很遠 所以他沒有辦法正面跟柴木俠內部競爭 簡單來說 如果他不早一步走出來 他沒有辦法跟柴木俠 在王漢的體系裡面 可以真是長短 是 因此的緣故 這個鐵木珍 就跟王漢建立了很多秘密的管道 我們俗稱叫做 向他低頭討好他 然後得到王漢很多的利益 然後另一方面 他打仗的時候 就把柴木俠手上的一些人 轉移到自己的部屬裡面 而另一方面 他爸爸以前曾經統領過的部屬 和他那些部屬的子女 也都轉移到自己的陣營裡面 對柴木俠來說是非常不利的事 因為為什麼呢 在柴木俠手下 其實也有不少曾經追隨過鐵木珍的父親 也速該的部屬 和他的後裔 於是鐵木珍拿了他的部屬 即是把你的人變成我的人 於是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 我們是兄弟 你拿我的人 或者你分解我的部屬 在這樣的情況 那你就是做一些對我不住的事 但兩兄弟之間 就細成水火 沒錯 而且你看回俗史 成一思汗 雖然手上什麼都沒有 但這個可以留給的意思 留給什麼都沒有 但他算是種族 他的祖宗 都曾經是黑漢級的人馬 成一思汗體系裡面 所以鐵木珍的存在 對於朕後果 而且他親身見過他打仗的厲害 所以壓力非常大 所以有一次很關鍵 他們兩個一齊並肩而行 差不多一個年半時候 即是在大幕中共行年半 簡單來說就是非常親近 但最終都沒有一起放牧 其中當時 鐵木珍跟鐵木珍說了這樣的事情 即是說 衣山摘營 我們的馬就有草食 在河邊摘營 我們的羊就有草食 這樣說 鐵木珍就不明白 什麼意思 這麼複雜 回去問一下母親和妻子 那妻子就說 鐵木珍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分開行動 即是說我們不能再一起 因為他們是高級的 就是馬的 我們低級就是羊的 這樣意思 所以整個時候聽到之後 決定就走家 分家 於是乎 兩個所謂安搭 便開始分家 分家 只有一世成水火 而朕木俠 知道鐵木珍的仇家 就是滅兒黑人 和塔帕儀人 所以他們就拉攏 滅兒黑部 和塔帕儀部 來壯大自己的實力 準備 把鐵木珍撐除 於是這個滅兒黑人 和塔帕儀人 覺得 我們這次有機會報仇了 於是乎 集合在札木俠的身邊 就建立了一個 比較大的聯盟 準備和鐵木珍一決痴雄 當然 這個鐵木珍也都 集合了他父親 曾經統領過他舊部屬 和他的子女 甚至 將一些曾經 幫助過他的人 或者被他幫助過的人等等 然後就結合了他自己的一個部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兩方面都是開始 建立一個新的部落首領地位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知道鐵木珍和札木俠 決一死戰 是在所難免的了 大家都見到 有一點要說 就是大家的一直心裏 鐵木珍成吉思汗 所向披微 從來都沒有輸過 很厲害 其實你看回 其實他成年之前 他基本上受盡屈辱 各種挫折都經受了 要輸的所有事都輸了 真正要開始 他俗習他崛起的過程 到了二嘉伊的時候 才算是順境 是 在這個背景底下 鐵木珍和札木俠 開始 準備打一場決戰 這個札木俠 是糾集了 所謂十三支軍隊 所謂十三役之戰 來包圍著鐵木珍的部族 他居住的地方 放牧的地方 鐵木珍看到 敵人來勢洶洶 那怎麼辦呢 也都將他自己的部族 自己部屬 手下的人 分成十三部 和這個札木俠 展開激戰 古今風雲人物之 承吉思汗 主持 張偉國 曾卓宜 在這個即戰的氣氛底下 雙方就開始 互相衝刺 交鋒 交鋒的結果 鐵木珍贏了 將這個札木俠打敗 札木俠打敗之後 退到一些比較荒涼的地方 而鐵木珍就成為了新的英雄 札木俠在當中 有一個很關鍵的做錯事 就是在戰術上 稍稍會有勝負 但其中一節裏 捉了鐵木珍手下的俘虜之後 他用了一種攀殺的方法處理他們 簡單來說 就是一窩主屬他們 但如果你想想 以鐵木俠和鐵木珍之間的交易 和他們之間的種族聯繫的話 你會發現那幫人的手下 在戰術中 拉近親戚或朋友的人很多 簡單來說 你和鐵木俠開窩主的班 有很多是自己人 所以對於蒙古人 一族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鐵木俠這件事實在太殘忍了 你有沒有搞錯 我們一向蒙古人的想法都是 打贏便贏 輸了便走路 回來便再報仇 結果有不少人逃去鐵木珍 所以他們雙方打打打打 互有勝敗 越打鐵木珍越多人 最後便變成最後的贏家 所以鐵木珍在十三億大戰結束之後 成為了草原上新崛起的英雄 沒多久 他的捕捉 推舉他做蒙古的黑韓 黑韓這個位置其實是首領的意思 他成為了一個所謂新興的部落聯盟的頭 當然鐵木珍被推舉為蒙古的黑韓 他都要向他的義父 向黃漢匯報 黃漢聽聞這個消息之後 一則而喜一則而憂 為什麼黃漢會一則而憂 一則而憂 想都想到了 一個這樣強的鐵木珍 竟然連紮木俠打贏 簡單說黃漢心目中 紮木俠已經是非常不得了的蒙古人 這是蒙古的第一勇士 竟然我收回來的意志 可以將它取悅待之 而且在管理上想 兩雄國族好管很多 即是澤木俠一敗 鐵木珍一起 都威脅到黃漢的地位 反過來 黃漢亦開始想想 鐵木珍是否養不大 亦要壓制一下 而澤木俠、黃漢和鐵木珍三人 漸漸變成一個連環不斷角力的 在蒙古的決戰局面 在這個局面之下 最後一定有一個人要勝出 問題較為複雜 因為黃漢已經年紀老了 他們兩個兒子都無能 即是說不夠勇猛 亦都沒有謀略 亦都得不到 他部屬的擁戴 而他看到鐵木珍 是能夠得到其他人的擁戴 又作戰又勇猛 有勇有謀 將來我一死了 我兩個兒子 怎樣可以維持著 黑列部那種所謂霸權呢 很容易被鐵木珍取而代之 於是對鐵木珍全有戒心 當然黃漢不可以即時翻臉 所以在鐵木珍成為蒙古黑韓之後 黃漢也帶過鐵木珍去到金朝的邊境 向金朝的官員朝貢 令鐵木珍領略到天朝大國的牌場 天朝官員那種威風 鐵木珍於是和金朝有初步的接觸 不過鐵木珍對金朝的官員 對金朝的牌場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都要問一句說一句 大家聽眾可能都忘記了 金朝和當時的宋史是甚麼關係 或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個金朝其實就是我們如果讀宋史的時候 大家知道政康之難 在宋徽宗的晚年 為了要收回這個燕雲十六周 於是乎知道北方這個呂真人興起 這個呂真首領的阿骨打 建立了一個金國 於是乎在當時的一個銅貫 這個宦官銅貫的川針印線下 有一個圓底的遼國 即是涉丹人的手下的漢人官員 叫做馬直 這個馬直勸這個銅貫 現在金人興起了 現在金人興起了 遼國已經逐點衰落了 不如叫做宋朝的皇帝 派侍者去到金國 跟金國聯繫 然後大家聯金滅了 於是宋徽宗覺得對 於是請馬直去開封 然後刺他姓名的趙良知 然後去到今天的山東半島 由山東半島橫過渤海 然後去到金的發源地 我們知道金的發源地 就是今天的哈爾濱一帶 路程挺遠的 跟金的首領阿骨打了結盟 於是叫做聯金滅寮 因為這個聯金滅寮 通過海上來作聯繫的交通線 所以叫做海上之盟 那這個海上之盟 宋徽宗跟金的阿骨打聯繫之後 大家有一個協議 這協議有幾點 是重要的 第一點 金和宋是要聯兵來把寮國滅了 就是滅寮 那怎樣滅呢 金就是要攻陷寮國的上經、中經和北經 三個經 即是將金是東三省內蒙古一帶拿了 而宋朝就負責收回南經 即是今天的北京市 當時叫做幽州 以及西經的大同 於是大家分頭行事 他說如果宋朝拿了南經和西經之後 燕雲十六州就收歸宋朝 宋朝就可以收回失地 金都可以滅了寮國 但是當金人收服了寮國的上經、北經和中經之後 宋朝派同官派居民五十萬大軍 是供廖南經 廖南經當時是王叔耶律順震售 已經兵力很少了 誰知道同官一打打不下 被耶律順打敗 然後再加派兵馬再攻一次 再敗 今次幾乎全軍覆沒 於是同官覺得沒有面 於是派人跟阿骨打說 當時阿骨打已經死了 他弟弟不肯買太重 他說不如你派軍隊來幫我 於是跟金朝的呂真人跟宋軍 據說在金的協助下 攻暗了這個歐洲 即是寮的南經 今日的北京 攻暗了這個南經之後 於是這個金人就說了 條約是這樣寫的 你負責告南經 你打輸了 叫我幫你做 這次怎麼辦 同官就說不行 皇上一定要收回歐洲 那怎麼辦呢 不如我給你錢 熟回歐洲城 金人就答應我 將歐洲城裡面 拿走的東西 包括人 包括所有人 包括所有拿走的東西 全部拿走 然後就要這個宋朝 用錢來熟回歐洲 一左 什麼都沒有空食 還有一個問題 宋輝中的國書 有問題 他的國書只收回歐洲 這個歐洲的範圍有多大 他沒有寫清楚 這個真是大件事 於是金人就說 你收回歐洲 旁邊的州縣 沒有寫在國書裡面 條約沒有立命 你不能拿 我繼續接什麼 我打下來 我繼續佔領 宋朝說不行 現在我收回歐洲 你應該承諾 我給了錢 錢又給了 那我怎麼給你 於是大家展開衝突 展開衝突 金人覺得這個宋朝 反口複蝕 於是負責 派兵打 一打 就包圍這個宋朝的首東 這個汴京 包圍變京 之後 這個宋朝的立即 民風仙頓 由他兒子 這個太子召喚 做新的皇帝 兒子 你擋住先 我走人 這樣 於是兒子 在金人圍攻之下 定了一個新的條約 這個條約 就是把黃河以北的地方 全部割讓給金朝 於是乎 大家就停戰了 停戰之後 徽宗就施施然回到汴京 說兒子 現在局面穩定了 不如這個權力交給我 好嗎 兒子說當然不行 你做了太上皇 怎麼拿回權力呢 但是當時河北的士大夫 那些讀書人 首都的讀書人 堅持說 我們要愛國的 不可以將河北割讓給金人 當地的神民誓死抵抗 金兵在交收這個土地的時候 遇到阻滯 金兵就說 宋朝真是反口服勢 於是乎 再第二次派兵下去包圍 這次包圍的時候 宋徽宗走不及 這個金人就下令一個規定 現在我不聽 找任何人講掃都沒用 你兩個皇帝太上和皇上 要入到金營裏面 我講掃 一進去講掃的時候 怎樣 就變成了俘虜 俘虜之後 於是乎 就將徽陰移低 押戒上去的黃龍虎五角城 北宋就滅亡了 但是據聞 第九個兒子 徽宗的第九兒子 康王趙寇走掉了 逃亡到南方 重建這個 偏安江左的南朝 南宋 那情況之間 變成宋金 隔著淮河為佳 變成了兩個國家 而金朝的首都 在海陵王元顏亮的時候 搬到今天的北京 叫做中都城 所以金就是控制著 當時中國的北方黃河流域 的一個政權 而南宋就控制著淮河長江以南 中國的南半部 半壁江山 岳飛就要怎樣呢 念念不忘的 要修復中原 就是這件事了 雖然我們說 蒙古一掃天下 金朝最厚被蒙古所滅 但是其實 我們相對看 金朝在草牆的時間 相當強盛 非常強大 當時的金朝 南宋和西夏 跟他相比 金朝絕對是領先地位的一個王朝 以及他是叫做外來民族 即是由牧民族為先的一個帝國 所以他既有所謂的草原文化 金是餘獵民族 是打獵的 他是在今年的東三省 今年的黑龍江 松化江 烏蘇里江 長白山一帶的餘獵民族 亦都擅長打獵 所以他的軍事頗強 但是他所吞併的薛丹人是柔木民族 這個寮國的薛丹人是柔木民族 所以在金人吞併了薛丹之後 即是寮國之後 他亦都將柔木民族 納入他的控制範圍之內 而金人非常強大 不過金人到了第二第三代 已經迅速漢化了 我們可以看到 金人元顏亮的時候 已經是第三代所謂的金朝的首領 他已經識作漢朝的詩 漢人的詩 然後元顏亮 是以中原文化維護者自居 後來元顏亮親自領兵 去攻打杭州 預備攻陷南宋 誰知道過不了長江 在長江被宋軍擊退 於是元顏亮手下的將士 就將他殺了 湧立他的唐弟元顏翁做新的皇帝 元顏翁也是一個很漢化很深的 金朝的皇子 他做了新的皇帝之後 實行漢化的政策 模仿漢人 建立所謂的金朝的政治體制 教金人讀書 學習儒家經典 所以金人在元顏翁以後 即世宗以後 已經變成一個中原的皇朝 相對的一種政權 鐵木真和金朝 都還有些事情要繼續說 下次就繼續和大家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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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